現在呢,我把我們剛的簡報碼變成一個PDF檔 那我現在呢,回到我們的 OK,我就從這裡 匯入簡報 那您匯入簡報的時候,它會變成一個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 所以我們按一下 那它的簡報有兩種 你看PDF,PowerPoint,還有沒有Keynote 這就是Mac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的是PDF 所以我找到我的PDF 好,它說要不要匯進來,匯入 這時候您可以看到它上面這裡 有沒有開始在轉換了 好,稍等它一下下哦 那當然如果您的簡報業數比較多 可能這個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那平常的話呢,您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自己開一個新的檔案都可以 好,你看,開啟簡報 你有沒有感覺它一直把這個稱作簡報 事實上它都一樣,對不對 你看下方,有沒有我們剛剛 簡報的內容有放進來了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決定 只是說它預設是不是只有一個場景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自由決定 因為剛剛有老師問我說 難道我不能自己手動在這邊調整我要的大小嗎? 可以啊 只是如果你有規劃好的話 是不是更好 就是我已經知道 這個我想要用斜的 那我就在這裡 那進來到這裡面之後 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 我就把這個變成一個新的場景 那我希望它不要用斜的 是用全框的 是不是我先安排好了 甚至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新增一個投影片 我增加一個景檢報者 像這樣子 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說 我一開始 比如說你看,我把它拉過來 調整順序 我希望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先不要出現 只有那個課程名稱 所以我是不是都用場景的方式來安排 先把我要的先準備好 那我在這邊 好,我就把文字把它放進來 好,放進來 所以我一開始有一個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露營喔 哪裡有露營就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來,我們就按一下 來,我回到這裡來 這個丟過來好了 那這張投影片不要的話 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刪除 是不是就直接刪掉了 所以你只是換個方式 使用投影片嘛 哈哈 好,來,你看我按下頭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Veloo影片錄製剪輯 這是我的片頭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就要正式進入到我們課程裡面來 有沒有,我進來了 我就已經準備好囉 那我手要擺對 是要擺這邊 哈哈哈哈 其實說真的 老師,我們網路攝影機的高度 你覺得到底要放哪裡比較好 利用這個錄影的時間,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你覺得放在螢幕上方是好的事情嗎 因為每個人的高度是不一樣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是屬於像這種做空氣的 我是不是自由調整我的高度 我可以低一點點 這樣我眼睛是不是就可以直視 我的網路攝影機 這樣有比較感覺 我有比較尊重你吧 可是平常我們如果用Notebook 請問Notebook你有放那麼高嗎 沒有對不對 因為你用內建的那個網路攝影機 是相對的會比較低 你有沒有感覺 我用鼻孔在看著你 哈哈 有沒有感覺它會變得像這樣 因為由下而上的角度嘛 所以其實我都蠻鼓勵老師 最好你的網路攝影機 跟我們的眼睛一樣高或略低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好像就是同輩在講話 這種感覺 這樣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一點 你眼睛都會這樣 比這樣略下略高 不會不會 就你要自己調一下高度 所以我通常我的網路攝影機 我不是放在螢幕上 我有另外一個腳架 就是自己調你適合的高度這樣子 所以我是雙螢幕 我會把我的 放在兩個螢幕中間 這個地方我等一下再給老師看一下 我有一篇文章 我有拍那個畫面 給你看一下我的工作環境這樣子 對對對 這樣會比較方便 因為沒有錯 老師講的沒有錯 就是如果腳架放在正前面 就擋到我的螢幕畫面了對不對 所以那個我通常就會擺在中間這樣子 好 那你看我這樣是不是錄兩段了 我一個投影片在這邊 一個投影片在這邊 那我繼續講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錄的摩克斯課程 那你想看看 我剛剛講的很多 請問老師 如果你是單純做錄影 會不會吃螺絲NG 會對不對 所以你想看看 你看如果真的有做錯的 錄錯的 講錯的 或操作錯的 你肯定是先停止 然後呢 重錄一次 對不對 好 這樣 我跟你講 如果你常常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很難過 因為 下次再錄的時候 這裡不會出錯 是錯在前面 哈哈哈 然後又再錄一次 真的很煩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你看我把它按停止 好 現在停止之後 您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不是 這裡已經分成三個投影片了嗎 你看喔 我按下這裡的播放 有沒有發現 我剛錄了快三分鐘 有三個投影片有錄到 他是有沒有跟你講 有 但是重點是什麼 你講這段投影片的時候 他就幫你錄一段 你講這一段 他是錄另外一段 所以說 你看喔 我現在回到編輯 我剛剛是不是第二 場景三這裡 有沒有講很長 有 所以我就來這裡 你看 這裡有沒有叫進次 進次 我可以先管理一下 按下play 裡面來 有沒有進來了 我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 有沒有只有講這個投影片的內容 所以他等同說 你講不同的投影片 你這裡講錯了 我是不是要重錄這一段就好了 我不用全部都重來啊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剛剛這一段 講太長了 我就找到 我們的眼睛 一樣高 或暈 到這裡 那我就來這裡 哦 這裡 我只要講到這裡就好了 有沒有 我可以做前面或後面的裁切 當然如果你錯在中間 那你就認了嘛 呵呵呵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裁切一下 馬上就可以 看 那如果你現在捨不得裁切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再錄一次 你看哦 好 一樣上面有倒數對不對 好 這個是我第二次錄影哦 哎 這是我的第二次 那這一次我就要講短一點 所以我到這邊就停止 好 你看 你看 我在同一段投影片 我有沒有錄了兩次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進次二 你看 你可以自由選擇 你要用第一次或第二次 有沒有 那我了解了 萬一我錄到第三次 才發現 舊愛才是最美 呵呵呵 可不可以再換回第一次 當然可以啊 因為都是你錄的耶 幹嘛那麼急著刪掉 對不對 所以你要輸出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由選擇 我是第一個版本 還是第二個版本 只要你不刪掉 這樣老師了解了 所以 你看我先切回第二個 那這個時候 我按播放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的整段影片 本來是三分鐘 現在有沒有變一分鐘 這樣子就不一樣了 我們用這種方式 老師錄錯的機會 是不是就減少了 那這樣子 其實因為我常常在錄教學影片 我就發現 這個對我來講 幫忙還蠻大的 我們可以少很多那個 重複錄製的時間 這樣有沒有會了 現在老師 您可以來試看看喔 所以 重點就是 你場景會安排的 你如果把它當作錄影 就把它按下去 就OK了 所以它 其實操作上 它不是 很複雜的 但是你又可以完成 很不錯的效果